阮氏组的冠军金牌的当家中华中学的王牌头手 汤嘉玉来到现场 他就首先要恭喜你 如果我们这次的比赛选MVP的话 你肯定是MVP 谢谢 好 全场比赛啊 你投了有12次的三阵 那么我想让观众朋友们先了解一下 嘉玉你是我知道是新泰国中的 对对对对不对 然后中华中学你现在是高中二年级 对对明年还可以再打一年 是 那今年你堂堂看 之前我知道你没有碰过阮氏棒球 对不对 那现在到了中华中学之后 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个阮氏棒球之后 谈谈自己在整个学习过程的心得 我从来到中华中学之后 真的是跟之前在新泰国中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因为不管是阮氏跟硬氏 那个要适应得很快 更快要更融入团队的感觉 最重要还是 是团队啊 是 好 我们其实在跟唐嘉玉来进行访问的同时 其实球场已经开始在放炮了 那等会要颁奖 所以这个所有的这个球员 大家等待颁奖的同时 也一直开始放鞭炮 也服务很精彩 好 嘉玉我们继续进行 那家里面我知道是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对 你当初怎么接触棒球的 我从小就跟着父亲一直打棒球 互相传球 那时候我才幼稚园而已 哇 好 我们 我看外表的样子 其实嘉玉有原住民学童 对 一半 哪边 泰亚族的 泰亚族 对 然后呢 跟爸爸从小练球 跟爸爸从小练球之后 我到了国小四年级才加入正式棒球队 四年级 对 但是那时候就是阮氏吗 还是阮氏 也是阮氏 好 然后 练到国中的时候 转到了新泰国中 对 然后才开始建筑到英式棒球 嗯哼 所以 本来想说 想要往更高阶层去挑战 但是我还想要 有更高的舞台 嗯哼 我才来到中华中学 哦 这话讲得好 怎么样更高的舞台 就是 我想要在这里 连续上场三年 然后让世界人看到我 嗯哼 所以才选到这里 因为 甲族的 你要跟人家拼斗 其实 还蛮竞争的 嗯哼 刚刚你讲到一个关键词 要让世界看得到你 对 你有个大学长叫王建民 有 世界都看到了 所以他有带给你启示吗 或者他有带给你任何的 进一步的想法吗 有 我想要跟他一样 呃 因为 这样真的很威风 嗯哼 各有关这样可以让家长们 觉得自己的 就看到自己的儿子在 那个电视台上发光发热 好好 会有一种荣誉 是 当然不只是电视台发光发热 最主要是你能够 为国争光 对 你能够成为台湾之光 嗯哼 然后这个 也能够把台湾走 让台湾走出去 让世界再度的看得见 当然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理想跟目标 好 然后呢 高中 高三 我想 明年的全国的这个 呃 棒球联盟的 我们这个阮事组的这个 呃 比赛啊 我想你肯定 也还仍然是中华 呃 中学的主力投手之一 尤其你明年高三了 那么明年蝉联冠军也势必 你也必须是正宗其中一员 但是接下来大学呢 呃 大学我就会往更高阶层去挑战 会转应是吗 对 但还是会以投手方面来进行 投手 对 打击的话 我应该身材再高一点吧 嗯 我再去挑战看看 好 所以在投手方面自己还是相当有心情 其实今天自己投球在场上 几个表现 自己的感觉 呃 我的感觉是 前三局我的变化球跟直球 是控得非常的好 嗯哼 可是到了后面 到了后面是 不知道是疲惫还是怎么了 就 就放球点不准 自己有这样觉得 对 然后也开始被对方掌握到球 控那个 的球 球数 嗯哼 然后他们打了蛮多次的安打 嗯哼 所以说已经是进行到了 这个七局的上半 总教练把你换下来 然后子萱上去 你完全不会心里面觉得任何一点点的遗憾 你觉得 OK你觉得自己的控球的状况是 的确有点小问题出来 对 这样被换下来是因为我的球数已经快到100颗球了 OK 所以说才会被强势换下来 对那另外一个 控球点 控球点来说的话 非常 我非常觉得非常好 今天 今天不错 但所以你刚刚讲说前三局很稳 慢慢的你大概也被对方也抓到了球路 但是你还有一个相当精彩的表现 就是你几乎每个半局 你都起码会有一名球员三振 前面的三局你尤其在二局的时候 你是让对方三上三下 所以的确在前面的时候简直是威风八面 一夫贪官 谢谢 好 所以投球术是一个考量 另外一个体力 那我想在接下来的这个岁月里面 我们也希望你好好加油 那么能够朝职业棒球的方向来 目标来挺进 是的 好不好 谢谢你 也非常恭喜你 谢谢 谢谢主播 我们稍微休息晚 等我机会 您在运动场上的精彩表现